阿妹是香港警嫂中的一员 大家亲切地称她妹姐 在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阿妹拼命地想去那里 都在泼我凉水啊 然后说我不去 说我去了会跟他们添麻烦 你会干什么 我去武汉会干什么 做我老公说我 你会干什么呀 他说你现在你不去就当时帮忙 不要去跟他们添乱 去不成武汉 阿妹就组织一群警员警嫂 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为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加油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我们香港警察支持你们 向所有坚守纲位的军人 警察 医护人员 志愿者 打气 武汉加油 阿妹想去武汉 是因为比别人少了一分恐惧 他是直面过死亡的人 2014年9月 他被查出癌症 2017年 癌症复发并转移 2019年春天 阿妹才结束自己最后的手术 就穿戴漂亮 去鲜花盛开的北京育园坛公园拍照 之后香港进入一段特殊的时期 阿妹因为在微博上为香港警察发声 而在网上知名 为了表达心意 阿妹和香港警察警嫂们凑钱捐给武汉 1月30日 他们捐了33200元给湖北省慈善总会 交款人写着 微博上的港警和警嫂 有一位警员他私下找我 他没在群里说 他说妹姐 他说我那个家庭环境不大好 我能不能少捐一点捐200块钱 我当时心里好难过 因为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员 他工资也不大高 自己就说父母跟那个爱人没上班 然后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我当时心里又感动 但是又很难过 然后我就没让他捐 香港警察对内地人民曾经给予的支持 从未忘记 更时时刻刻希望感恩 有一天我们一个警员 他可能就是从美国买到了两盒很好的口罩 然后他觉得自己用了可惜 自己就舍不得用 但是他又不认识武汉的人啊 你这样寄过去 好像也不知道寄给谁 然后他就找我了 意思是说能不能寄给那些前线的医生 可以就说让他们使用 因为他觉得自己用太浪费了 内地的网友经常给香港警察写信 寄新意卡 出于纪律和安全考虑 香港警察不方便在网上留地址 于是阿妹变成了警队中最著名的收件员 专门转达那些价格不贵 却饱含着贵重心意的礼物 他贵重在什么地方 因为是他的心意啊 我们觉得很贵重啊 他自己用手贵的画 你觉得贵不贵重 肯定贵重啊 对吧 我觉得内地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太大了 疫情的高峰逐渐过去 阿妹有了个简单而美好的想法 组团去武汉 看望医护人员给那里的人民打气 为武汉经济复苏做一点点贡献 我就想到武汉疫情这么严重 那到时候可能那个旅游业会深受打击 可能去玩的人可能会不会太多 我们有点担心嘛 因为觉得 然后就想一下 等武汉解封之后 你看我们警察这么受欢迎 到时候我们的警察一起去 武汉旅游 武汉旅游